那讲这个的背景 事实上是在过去一年 我们都经历了非常波澜壮阔的这一年 经历了很多个这种数十年为鉴的这种冲击 现在全球的资金都要在考虑 在新的一个方向上怎么样开始重新的配置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在过去这一个月就圣诞节假期前 我正好是在北海道发雪 然后这也是三年以来第一次出国旅游 这个全家也都杨康过了 所以呢出去的这个感受还是挺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滑雪这个过程呢 就好像这个过去一年的这个缩影 我们头两天事实上碰到了漫天的大雪 然后整个滑雪的这个气 这个天气是非常的糟糕 但是在最后却迎来了迅速的这个放晴 就有点像我们经历的过去这一年的 整个投资环境 其实在一开始整个宏观环境是非常的严酷的 全球也经历了一个货币的紧缩 俄乌战争的这个黑天鹅使得全球化开始飞快的这个逆转 而且中国本身因为防疫政策导致的经济失数 也是非常的明显 有点像我们在坐上一个缆车一样 在无遮无挡的情况底下 在这个寒风中如果穿的不厚都是瑟瑟发抖的 去迈向一个不可知的一个高峰 但是呢即使到了这个封顶之后 作为一个滑雪者作为一个投资者 其实面临的问题就是整个能见度是非常的低的 其实在滑雪的时候能见度都不超过十米 而对于投资来说的话 把传统的这种投资的范式投资的框架也开始失效 一些风险定价其实是脱毛了 因为大家面临都是一个数十年未见的冲击 很多事情其实对于全球各类的这个资产的投资者来说 都可能是职业生涯没有经历过的 然后有衰退的担忧 有通胀的冲击 有战争 还有供给端 整个供应链的冲击 其实各种风险连环叠加之下 对于投资来说是需要极高的技巧 而同时间对欧美投资者来说 一度也被这种意识形态所主导的投资方向 这都是在冷战之后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但是短短的这样的一个多月里面吧 在去年11月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一个迅速的拐点 所有的风险 美联储的这个加息 美国的通胀 中国的防疫政策 以及中美关系 都在11月份发生了这个拐点 非常集中的发生 然后就像是在雪道上一样 同样一条雪道 大家看到我这个第二和第三张的图片 是完全一样的这条雪道 然后这一条雪道从什么都看不清楚 到可以完完整整的看到 整条雪道的这个蜿蜒 以及更远的可以看到这个湖 洞岩湖还有太平洋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事实上在11月份 经历过12月这样的一个变化一样 虽然往前复苏的道路还很长 也有很多的起伏 但是方向是非常明确的 而且甚至如果要望得更远的话 你甚至可以看到未来若干年的这个利率也好 市场也好的这个走势 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 无论是短期的投资者 技术型的选手 还是长期的投资者 配置型的选手 都要争取这个难得的放勤的窗口 去快速的上到 快速的去做布局 这个事实上 我觉得也是今年初 这个市场的一些变化 可以隐含的一些方向 那我们看这个2022年的这个变化 整个全球资产的这个走势 事实上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 新市场的表现是好于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标普跌了20% 纳斯达克跌了30% 其他的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 其实把这个汇率算上 也是跌了20%左右 那对于新市场来说 这个差异是比较大的 北亚地区的话 A股韩国这些把汇率算上 是跌了30%左右 但是其他的地区 像南美地区以巴西为代表的 股市是上涨了5% 汇率也升值了5% 其实整体全年是涨了10% 而对于这个像印度这样的 东南亚国家来说 即使把这个汇率的贬值算上的话 其实全年也是一个 个位数的一个跌幅 所以这个对于全球配置型的 这些基金来看的话 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 第一在这样子 在非常猛烈的联储加息的过程中 事实上这是过去几十年 第一次在这样的加息环境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的新市场经济体发生 任何哪怕接近危机的事件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然后第二个呢 则是说你在这个地域配置上的差异 是非常的巨大 南美如果对于一个美国基金来说 你配置在南美和北美 可以相差30% 如果说是对于一个新市场里面配置 或者说亚洲区的配置的话 在东南亚也比北亚要强了20% 如果考虑这个利率和汇率的影响 其实在不同的市场里面 可能它给你带来的这个超额的收益 或者说是损失 也是可能有影响在10%到15% 所以对于 二三年的重新的配置来看的话 在地域上的选择 在发达国家和新市场中的这个抉择 以及怎么样看待宏观上利率和汇率的影响 都是决定这个收益的三个方面的很重要的因素 那从二二年到二三年 几条恒观主线的这个延续 有的也开始了反转 过去的这一年 主线主要是三条 第一个是美国以美联储为代表的 这个全球的这个货币的紧缩 然后这一条主线 其实在过去这半年的时间吧 已经开始了有不断的反复 到了11月份已经确认这个通胀是已经见顶了 加息是明显的放缓了 而经济衰退的阴影 经过了这个一整年的大家的预期和发酵之后 可能今年也确实将要到来 而这个也就预示着下一阶段降息中期打开 对于防疫政策来说的话 大家都有亲身的这个感受来说 这个180度的高速的转弯 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也实现了全民的免疫 虽然对很多这个个体是非常不幸的一些事情 但是对于这个国家来说的话 其实也是在非常努力的为下一个十年 这个开局打好一个经济基础 对于中美关系 其实很大程度上 我觉得俄乌战争是给了全球 这个各大政治经济体一个很大的启示 就是事实上是美国仅仅靠这个代理人 就打赢了这个从前的全球第二军事强谷 而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开启一场 哪怕是局部战争的话 要直面这个美国和北约的 这样的全球性的这些制裁和代理人的战争的话 都要需要极高的经济储备和军事实力才有把握 在这样的一个经验底下的话 从我们国家的这个考虑来说 是在很积极的缓和整体的外交环境 然后美国这一方面 其实大家也看到这个共和党 经历了这个15轮的这个投票 才终于选出了这个议长 所以美国现在内政是非常的这个分歧 但是在外交上的话还是比较的同意 而这一块在这个新的一个政治周期开始之前 还会有一些噪音 但是总体来说可能经历更多在内政上面 那所以这个给我们投资的一个启示是什么 就是这个焦点今年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对于美欧的这个货币政策来说 其实再发生超预期变化的空间是很有限的 去年在年初的时候 大家的预期只是两到三次25个BP的加息 也就是最多75个BP 结果全年加了425个BP 超过大家预期350个BP 这在过去40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而对于今年来说的话 网上小概率事件如果联储会连续的 这个不断的加息 可能加到6也是到了非常极端的一个水平 100个BP的这个差异 如果说是发生一个衰退 开始了降息的这个节奏 回到这个4以下的可能也就100个BP的水平 所以说超预期的空间上下我觉得也就是最多100个BP 所以这个使得今年对于美欧货币政策走向了 增长和通胀的各种的分歧了 虽然还是在 但是它已经很难制造像过去年这种持续而猛烈的 这种宏观趋势和冲击了 它是市场永久的驱动力 但不是一个焦点 当然今年更大的焦点 我觉得就落在中国的复苏上面 对于方向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只是大家对于这个幅度和节奏的分歧而已 而且我觉得从一个海外的视角来看的话 这是一个在全球之想重新配置的过程中 很明显受益的一个板块 还有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 日本如何退出这个宽松政策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风险事件 但是在现在这个时候 还很难去把握 或者说去揣测日本央行 在这个政治压力底下将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但是方向要退出 退出这个宽松也应该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所以就像我下面这张图一样 这个是联储这个利率 在过去这30年的一个变化 其实每一次在经历爬坡的这个过程 也都是市场很难受的一个时间 但是从这个之后 再进入了下坡的 这个滑雪下坡的这个过程的时候 通常也会带来了新的资产的上涨的一个周期 所以这也预示在未来的一两年 整个投资的环境确实是有所好转 对联储来说的话 为什么它现在还那么的阴 至少在口头上还比较的阴 事实上我觉得联储是非常深刻的 吸取了70年代美联储控通胀失败的这个教训 在我这个华尔街建文的这个大事课里面 其实也对这个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展开 但是呢我们长话短说 就简单来看的话 联储现在吸取了70年代这个失败教训之后 是越来越强调对于通胀的预测的框架 在这个去年一篇 我觉得是被联储也反复引用的一篇 IMF的很重要的一篇研究来说的话 它做出的一个重要的结论 就是在于通胀是由这个inflation 和这个highline shock两部分所组成 而inflation来自于这个就业市场的紧张程度 通胀的预期以及highline shock的传导 而highline shock又来自于能源的价格 汽车的价格和订单的积压 而在这个就业市场这方面来说 由于整个理论所基于的环境的变化 疫情后对于劳动力市场的伤害 使得beverage曲线 菲律普斯曲线都已经出现系统性的外语 所以这个明确的结果就是 它需要在两年时间里面 二三年和二四年 把失约率提高的7.5才能够让通胀回到4%的水平 这个事实上也是联储不敢在口头上转割 也不敢在行动上迅速的转向一个重要的这个理论依据 但是为什么市场还抱有比较乐观的情绪呢 事实上我觉得市场看到的这些数据上的变化 已经清晰的去反映了在这个框架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来自于highline shock 这个能源价格汽车价格 这方面还有这个就业市场 这方面的冲击 事实上都在变得明显的在变得缓和了 就业市场虽然大家看到的数据 还是超预期的这个景端 但是从趋势上来说 从这个去年年初的这个最紧张的程度 已经是在趋势性的这个缓和了 而对于商品价格 右边这张图 这个各类的分类 其实都是在普遍的这个下滑 整个价格的上升的趋势 已经开始转为下跌的趋势了 里面包括新车 二手车 消费电子 IT产品 这一系列的这个消费品 都已经从去年的通胀的主要拉手 变成今年可能变成了一个通缩的效应 然后比较刚性的一部分 来自于这些医疗服务 这些食品 其实随着总体这个经济衰退的发生的可能 也是在向下的运动的过程中 而在这个core 这个核心CPI以外的部分 来自于能源和食品的价格 其能源和农产品原料的这个价格 已经回归到21年底 22年初的这个水平以下了 这张图里面是这个原油的价格 欧洲天然气的价格 以及这个小麦的价格 其实从这个对比21年底的价格来说 现在已经全部回到了21年底之前的这个水平了 所以说在接下来两个月 基本上不会对通胀有太多的影响 甚至在原油价格上还是向下的这个通缩的效应 而在三月份开始 大家都记得在三月份是最猛烈的一波 这个商品大中的上涨的过程 而在二三月份开始 这基本上都成了一个通缩的效应 这个和俄欧战争的这个变化 这个乌克兰农产品初步的恢复 以及欧洲天然气不存 还有暖冬 以及德国非常快速的摆脱 这个欧洲能源进口 这一系列都是有关系的 那现在这个对于经济增长 还存在很多的这个争辩 但是从数据上来看 对于美国经济的下滑 已经是没有太多的这个方向性的这个疑问了 这个从制造业的PMI的下滑 也是过去这十几年的一个低点 而更加这个冲击更加大的 就是上周五的这个数据是 服务业的PMI是首次这个 就除了20年三月那一波那一下冲击以外 是首次在过去这13年里面第一次跌破50 而之前一年已经出现了房地产汽车零售消费的这个下滑 这些都是指向了一个衰退的方向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紧张 失业率现在是50年的低位 而就业的缺口还是非常的非常的紧张 所以在一个过往的时间或者理论上来说 存在这么这个就业如此好的情况底下 是不会过去是没有发生过衰退 现在这个衰退的幅度恐怕也会比较有限 所以这个是在一个仍然不是特别清晰的问题底下 所以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 他看到的情形就是在欧美央行的紧缩周期 虽然是在后端反核 但是也没有结束衰退还是个大概率的事件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底下 很难指望在这个欧美市场获得什么太像样的一个收益 那资金是需要一个新的配置出口的 去年在全球普跌的情况底下 大量的闲置资金没有找到一个像样的出口 而今年事实上通过这个短暂的放晴的窗口 大家仿佛看到了未来的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从发达国家 DM向这个新兴市场EM去流向 而这个流向在过往十几年是没有发生过的 大家从下面两张图可以看到 左边这张图是02年到09年 这个EM和DM的这个表现 蓝色这条线是EM 是大幅跑赢这个DM市场 这也就是02年这个提出来 这个金砖四国概念之后 所带来的整个EM市场的超额的增长 但是从09年之后 从10年一直到去年 其实这条红线代表的DM是远远跑赢EM 不是因为DM的增长有多好 而是因为DM享受了来自于这个量化宽松 带来的资金面的估值上的提高 以及全球化红利 那这一方面在这个过去这一年 事实上也开始了这个方向性的 根本性的这个转向 大家看得到的量化的紧缩 以及这种全球化的互联网公司 在这个法律法规上的被制裁 以及衰退的影响 以及这个地缘政治带来的冲击的变化 都是使得这个方向开始转向 而在去年这一年里面 大家也看到EM是抵御住了 这个外部加息的风险 它抵御的能力 除了来自于很多国家 是这个大宗的出口国 以及产业链转移的这个汇集了以外 还有很重要的是过去十几年以来 由于资金没有怎么像样的 来到这个EM市场 所以他们的宏观杠杆率的提高 是比起DM来说是差很多的 除了中国以外 然后所以整体的风险抵御能力 是提高了很多 而经济增速也是比较快的 这个受教育程度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科技竞争率的提升 都是看得见的 所以在未来的发展里面 EM里所当然应该享有更多的 这个溢价 同时在短中短期来说的话 EM也会受到中国复苏的这个提振 在全球现在一个新的多极化的里面 EM很显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级 所以在这一系列的这个因素的 这个推动底下 我觉得这个现在当然还没有看到 非常明显的这个趋势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 是对于全球性资金 在未来一年甚至多年需要这个重新审视的一个重要的配置方向的改变 那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 中国资产显然是最受益的部分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以整个这个这个海外的中国资产为代表 就港股中概为代表中国资产来说 已经经历了过去这两年的连番的痛击了 是在估值水平 是在这个对未来的预期水平 对于这个现实的这个反应 都是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底部 过去这两年里面 其实连续经过了几波的冲击 包括从这个大放水带来的一个估值泡膜的破灭 然后行业监管各种过联网教育房地产 对于各类这种支柱型行业的这个打击 然后还有在从三月份开始 去年三月份开始 俄乌战争所导致的全球这种长期资金 对于中国资产的轻仓式的减持 带来了一波非常猛烈的这个下跌 第三个坑 第四个坑 则是这个上海封城 作为一个导火线 让大家清晰的看到了 由于这个严酷的防疫政策 对于经济的这个伤害 还有在最后的一点 则是这个九月十月这一点 这个主要是对于中国未来 这个安全 还是发展的整体方向性的一个判断 和这个海外对于这种一些这些东西的一些思考 所带来的这种清仓式的坚持 所以连续五波的这个杀跌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这个过往 我们看到的这个历史阶段里面 都是没有这么短时间里面 这么集中的来自各方面的这个爆发 而在十一月份开始 这个政策各发生了180度的转向 过去其实已经开始了对房地产 这个互联网 这些松宝和一定的转向 但是十一月份的这个转向 是非常根本的这个关于发展 重新把这个经济发展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然后这个防疫政策 这个哪怕是在冬天 这个条件不太具备的情况底下 都要这个非常坚决在所不惜的 不惜一切代价的这种转向 这个事实上是给予了这个方向上的180度的一个确认 那这样的一个突然的这个改变 事实上市场是给予了一定反应 但是这个反应其实是把九月十月的这一波下跌 这个关于这个发展方向的这个下跌 是给补回来了 某种程度上也补回来了一半的 这个关于经济失速的这样的一个打击 也就第四波的打击 回补了一半 但是要谈上对于这个 那时候是为了让它更加的 对如果是对了未来这个上涨的话 其实还有几个坑 除了这个放水估值泡沫这个坑估计是补不回去 其实几个另外几个坑也还有空间去回补 这个是从本身上的一个判断 那对于这个资金来说的话 现在还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在进行重新配置的一个过程中 从这个权益类来看的话 由于这个资金的重新的这个对于不同市场的配置 我觉得对于中国的表现来说是优于新市场 而新市场也会优于这个发达国家 对于债券上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由于这个利率和紧缩周期的变化 这个大的方向恐怕也没有太大的疑问 这个变化的比较剧烈的主要是来自于美债 IG这一块投资级的债券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那也有很多这个投资者都会问到说 现在美国这个这个国债利率曲线如此的倒挂 Pricing了一个非常深度的衰退 这个情况怎么去理解 怎么去解释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因素是在于 现在去看这个整个curve的这个倒挂程度和过往去比较 其实有很多在宏观背景上的不一样 首先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倒挂程度 是位于整体利率的在绝对水平的一个高水平 那在过往其实我们至少过去十年里面 所经历的低利率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高利率的情况底下 对于未来这个十年和三十年的增长和通胀的 这样的一个预期 事实上是使得现在的资金更愿意去配偿债 大家可以想象 假如是一个将要退休的人 在考虑未来三十年的这个回报的时候 现在买一个三点七三点八的三十年美国国债 是足以支撑一个退休生活 而对于这个养老金退休金的系统来说的话 过去这十几年 在零利率水平底下这个负债成本 对比现在的这个这个收益水平来说是显然是到了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区间 所以这也就是在常在十年三十年会看到比较稳定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入 所造成了这个长期利率的这个低位 而在短期则是这个联储死死的顶住了这个短期利率 所以这个倒挂的程度 事实上他除了对经济衰退是有一定的pricing以外 对于未来的长期的这个增长 对于发达国家这个长期增长信心不足 以及人口老龄化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这不能够简单的解释为是一个深度衰退的问题 所以说正因为如此即使衰退不是一个深度水平的衰退 也不见得说这个美债的长债会有多大的一个一个反弹 利率有多大反弹 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然后对中国这块的话 其实由于人民币的这个回暖 然后对债券上的这个这个担忧啊和这个也会变少很多 然后我觉得配置也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包括在经济没有完全复苏之前 整个流动性也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过程 但是关键是之后这个假如需求上升 会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胀 以及这个由固收向权益去做的这个配置的转换 会不会带来一些冲击 这个是比较难说的地方 然后对于日本来说显然是最不适合配置的地方 因为大的方向已经很确定了 是要退出这个宽松 只不过这个宽松是以这种小刀切肉式的 这个YCC的一些变化 对于这个还是说比较猛烈的 对于短期利率短短利率 如果脱离的负利率 这个对于日本的金融体系 对于这个所有会受汇于BOJ放水的资产 比方说日本国债 日本的这个ETF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汇率来说 这个已经我们已经过完了这个美元周期了 我觉得这个强周期已经这个顶点 适合这个加息的周期的顶点 基本上是要提前一小步的 所以说美元的周期恐怕 现在是在一个强周期的尾端 或者说是在走弱周期的一个早端 然后所以这也带来人民币升值和一个回稳的机会 然后对于日元来说 这就属于很多这种黑天鹅式的这样的机会了 到底BOJ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展开 今年和过往很多年都不一样 BOJ从来都不是一个重要的风险事件 观察的点 但是从今年开始可以说每一次会议都值得这个市场去留意 对于商品来说 其实我觉得也不像前者那么清晰 因为这里面既有全球衰退的负面的影响 也有中国复苏所带来需求拉升的这个变化 而市场来说可能在上半年 还更多的偏向于这个衰退的交易 但到了下半年可能又回到这个复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当然了这个OPEC所带来的这种攻击端的这样的一个反向的拉动 也是一个因素之一吧 所以说讲了这样的一个大致的一个配置的思考之外 我觉得也要强调一下现在市场所面临的风险 我觉得最直观的就是预期和现实有很大的差异 对于中国来说是从一个低谷所走出来了 失业率事实上的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也这个防疫所带来的对于地方经济 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能力的这个伤害 其实债务问题也是大家不可忽视的 还有更长期的这样的一些房地产和人口老龄化的这些问题 对于美国来说在充分就业底下要去预期一个衰退 而且是普遍的预期衰退 这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事情 日本怎么样去推出宽松 这个当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 而通胀可能在全球出现的一系列的这个通胀 在中国这边的话 虽然没有来自于这个大宗的输入型的这个通胀的拉升 但是劳工力供给的问题和需求回升 所带来这个通胀 会不会成为下个阶段需要担忧的东西 我觉得值得关注 还有对于这个投资港股 从这个港股快速复苏中 这个看到的一些机会 但是反面它的风险依然存在 港股本身具备的结构性的缺乏深度和流动性的问题 这个是跟它的这个市场组成是有很大关系 这个是几乎是不太可能改变 所以对于港股来说 永远是位于一个暴涨和暴跌的这样的一些状态 这个肩顶和肩底是比较常见的 而很少会出现远顶和远底的情况 这个对于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 既要把握住难得的实验窗口 但是也要规避有可能发生的一些剧烈的波动 这是一个投资与海外港股也好 中概也好的一些问题 好 那我今天就先分享这么多